秦始皇十三岁继承王位,三十九岁称皇帝,于公元前二百一十年,也就是他在位第三十七年,驾崩于他第五次东巡途中的沙丘宫,秦始皇的死如他的身世一样,引起了后人的争议,而据司马迁所著作的《史记》秦始皇本记记载,秦始皇驾崩的前一年,也就是他在位的第三十六年,曾发生了三件怪事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在秦始皇统治的年代,秦国的国土辽阔,人民生活相对安宁,然而,一天,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。 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,阳光洒落在秦国的土地上,人们忙着各自的工作和生活,突然间,一道巨大的火球划破天空,以惊人的速度坠落到秦国境内,巨大的冲击力使得大地震战,尘土飞扬, 掀起了一阵巨大的喧嚣,人们惊恐地围拢过去,他们发现这是一块巨大的陨石,其表面上刻着令人心悸的字样,使皇帝死而递分。 这一发现,让人们瞬间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,他们相信这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,而是天意的显现,预示着秦始皇和秦朝的命运将要走向终结。 一颗陨石,悄无声息地降落到东郡,这是第一件怪异的事情,本来这么大一块石头从天而降,就是非常罕见的,最让人感到细思极恐的,更是上石头上面刻着使皇帝死而递分这七个字。 我们现代人都知道,陨石是漂浮在宇宙当中的石头,而当这些石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接近某个星球的时候,受到星球表面的引力作用,会直接被吸引到星球当中,这也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所见到的陨石。 而这些陨石基本上与石头并没有什么区别,所以在降落到地球上的时候,表面上还刻着字是一定不可能发生的事情,唯一的可能就是有人故意而为之。 然而古代人的思想保守且单一,这块石头从天而降,并且还刻着字,就说明这就是老天爷的指引。 可想而知,这件事情如果一旦在当时,传开会引起多大的骚乱,于是秦始皇为了避免一些事情的发生选择,一不做二不休,直接杀掉了附近所有的人,事情的发酵可以阻止。 但是在这块陨石上刻字的人,至今都是个谜。 接下来,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件诡异的事情,便是淫祸收心。 淫祸指的就是火星,星指的就是十二星座当中的星宿二,所以淫祸收心也就是火星在星宿内发生了流的一种现象。 火星在地球夜晚当中呈现出的样子是盈盈似火,而恰巧星宿发出的也是似血的红光。 本来这样的血色已经是非常的不吉利,而二者恰巧又同时并列出现在天空上方,更是大凶之杖。 而在古时候这样的天象只会预示着皇家大起大落,要么是朝代变更,要么是天子驾崩。 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都预示着,总有一个身份高贵的人要离开人世。 然而这件事情唯一的解决办法便是找一个身份高贵的死贵。 然而秦始皇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并不信天命,所以并没有找一个替死鬼。 然而这个星象没过多少年,秦始皇便驾崩了,原太子也被人取而代之,这种现象似巧非巧。 所以至今为止仍然不能轻易断言,秦始皇离开人世是否是与此星象有关。 最后一件事情便是发生在一个寒冷的冬夜,秦国的边境上飘起了大雪。 正当人们为这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感到困惑时,一位陌生的老者出现在秦国使者的面前。 他手中抓着一块散发着幽光的玉玺,那是一块被时间打磨得光滑的宝石。 老者眼神凝重地看着秦国使者,低声嘀咕着,祖龙将死。 他的声音仿佛带有一种神秘的力量,使得秦始者心中充满了不安。 秦始者不敢怠慢,将这块头江的玉玺交给了秦始皇。 然而,秦始皇并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,对这块玉玺也并不特别在意。 然而,就在不久之后的一次寻游途中,秦始皇突然倒下,失去了生命的气息。 这突如其来的去世,令整个国家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。 当人们得知秦始皇去世的消息后,他们不禁回想起那位陌生老者的嘀咕,祖龙将死。 这句话在他们的脑海中回荡,他们开始将这一系列事件联系在一起。 人们开始相信,这块玉玺的出现和老者的预言并非偶然,而是上天对秦朝命运的暗示。 他们将这一事件视为上天预示秦朝将走向灭亡的征兆。 各种关于秦始皇死因的传闻四处流传,有人说他被暗杀,有人说他中了邪术。 然而,人们普遍相信,这一系列的灵异事件与秦始皇的去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 秦始皇的去世引发了朝野的动荡和动乱,秦朝的命运似乎正如老者所预言的那样,开始走向了终结。 这一段神秘而扣人心弦的故事,成为了秦始皇统治时期的一段传说。 秦始皇的困扰和恐惧,源自于他知道自己已经成为暴君,巨大的权力和威望,有时会加重人的精神负担,并使其对未来感到不安。 秦始皇的生命中的最后一年,前所未有的体现了帝王的脆弱和空虚感。 秦始皇的故事也警示人们,权力,财富和社会地位并不能使人快乐,反而会产生巨大的压力。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,秦始皇的统治被视为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,充满了戏剧性的冲突和转折。 他的童年经历让他具备了坚定的意志和不凡的才能,成为了一个伟大的统治者。 秦始皇出生在秦国的一个贫穷家庭,他的父母早逝,他在艰苦的环境中长大,尽管生活困苦,但他从小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领导才能。 他时常观察到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混乱局面,人民的苦难和诸侯间的争斗,这让他下定决心要结束这种动荡的局面。 年幼的秦始皇热衷于读书,他广泛涉猎历史和政治文献,从中汲取智慧和启示。 他明白,想要统一天下,必须首先拥有人才,于是他采取了招贤纳士的策略,广泛征聘各方英才,不分门派和出身,只看才干,这一举措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聚集了一支卓越的统治团队。 同时,秦始皇还注重军事力量的发展,他实施了军事扩张政策,积极训练士兵,改进武器装备,并采取巧妙的战略策略,他亲自指挥军队,领导秦国,迅速地征服了其他诸侯国。 然而,他并非只依靠武力,而是善于运用智谋,他派遣间谍和特工进行攻心计和离间计,不断挑拨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,让他们相互争斗,最终使秦国获得优势。 随着战争的胜利,秦始皇将自己封为皇帝,以彰显其至高无上的地位,他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,包括统一文字,杜梁衡和货币制度,修筑长城,以防御外敌,修建了著名的兵马俑等,这些改革不仅加强了秦国的中央集权,也推动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繁荣。 然而,秦始皇的统治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。 他实行严苛的律法和残酷的刑法,导致人民生活困苦,官员们也对他的暴虐行径感到忌惮和痛恨,尽管他有着伟大的统一成就,但他的统治并不完美,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不满。 这一系列灵异事件的真相,或许永远无法完全揭示,但其中的谎言与真实之间的交织,确实引发了朝野的不安与动荡,传言的散步者可能希望借此来动摇秦朝的统治,激起民众的反抗情绪。 同时,秦始皇的残暴统治也使得他失去了民众的拥护和支持,导致秦朝逐渐走向灭亡的命运。 然而,这段历史也让我们深思,当一个统治者过于专断和残暴,不考虑民众的需求和权一时,社会秩序就容易动荡,民众对其统治的抵制也会逐渐加剧,这也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,一个国家的繁荣与稳定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和参与。 尽管秦始皇的统治带来了统一和一些重要的改革,但他的残暴和统治方式也引发了人们的怀疑和反感,历史的轮回让我们明白,一个统治者应该倾听民意,尊重人权,以公正和善制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,只有这样。 一个国家才能实现长久的繁荣和稳定。 秦始皇的统治时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,也成为了古代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争议的时代,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智慧,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面对历史,并努力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和谐的社会。 中国古代社会真的有很多事情,迄今为止仍然是个谜团,仍然没有办法合理地去解释它的发生,比如说秦始皇临终之前这三件怪异的事情就没有办法解释,不过最后的结果是注定了的秦始皇只是个凡人。 即便他自以为自己是天子,也无法逃脱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。